日本的交通法規 跟我們真的是不太一樣 所以很多朋友們會覺得 像鄭大哥說 很方便 很熟悉啊 可是你認知的熟悉 去到當地很可能出狀況 那怎麼辦呢 其實像我自己來講的話 老實說日本人 對台灣人真的很好 很多東西現在都變中文化 他也擔心你出狀況 像這個是日本國土交通部 他們自己出的 很有趣就是說 你只要上網隨便Google 你打那個北海道自駕 他就跳出來 是自己的交通部裡面出的 全部是繁體中文的資料 繁體中文的介紹 繁體中文就是給台灣人 跟香港人看的啦 那簡體中文就是給中國人看的 沒錯 他把所有的資料 告訴你以外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交通法規 有沒有看到這件事情 有沒有他告訴你說 左邊右邊怎麼走 對不對 而且就是 萬一呢你還有就是說 高速公路 不上高速公路的一個狀況的話 怎麼處理 這邊通通都有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什麼 你知道在後面這一邊呢 它還有中文 就是簡單的繪畫 或是萬一你在剛剛說 這個我們開車的時候 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時候 如何處理的時候 你不會處理的時候 有沒有它直接 你就拿這個東西給人家看就好 所以它其實你在手機上面 你就可以下載 可是因為我自己的話 我習慣的話就是 我乾脆把它全部列印下來 我就放在一本 我就放在旁邊 等於是我有這一本 有這一本以後對不對 我去日本很多自駕我都可以 不過剛剛小班有講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沖縄 因為地理環境 為什麼像我的話 我就會選擇北海道 同樣的因為它的地大 像我們北美一樣 人少車少地大 管你左駕右駕 我都是很方便 但是你如果在九州啦或其他地方 很不好意思 即便是GPS 像你看到沒有 像日本剛剛說過 它很方便的是 它都會告訴你 就說你是新手來 你是外國人來的對不對 它給你一個標籤 讓你貼在後面 讓其他的日本人知道說 這台車正在開車的人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會稍微禮遇一下下 稍微就說 哎呀 容開慢 容忍啊 錯誤容忍 沒錯 沒錯 就會這樣 而且呢 剛剛也說過說 有沒有它會GPS很方便 它的GPS方便到什麼程度 它就是講中文 直接告訴你說 而且是中文介面 然後說前面左轉20公尺以後 右轉30公尺以後 你就到達目的地 你一聽完你就覺得好方便 可是你也會有問題 你說那問題是 我怎麼輸入這些資料對不對 要不要在台灣先處理好 不用 那剛剛說過北海道 這是我個人最喜歡 它真的太貼心 有沒有 它把所有的那個 北海道的休息站 全部呢 把它濃縮在裡面 然後裡面呢 最好玩的是什麼 小朋友可能就可以去蓋章 每一個人都去集章 然後去集章的時候呢 它上面呢有沒有 它上面就有電話號碼 然後呢 你就不用記所謂的地址 它的GPS 你只要輸入電話號碼 它就直接帶你去了 對 所以你只要找到 你想去的附近 把電話號碼輸入進去 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自己每年去 我都要買一本 對我來講就會覺得 非常的方便在那邊 所以這個就叫友善 它真的非常的友善 所以我說我們要懂得善用工具 那入境也要隨俗 所以記得要了解人家的一個文化 叫做體貼啦 對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剛剛因為我們的馬力士友在講說 因為他去這個北美玩的時候 他的飯店都已經 全部都已經先處理好了 對不對 其實像我們自己的一個習慣性來講 它有好處也有不好的一個地方 不好的地方 因為好處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不好的地方就是說 你知道嗎 你心裡面會惦記著說 你不能夠玩得太舒服 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我要趕快去那邊報到 沒有的話 那個房子就會出狀況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剛剛說吃的東西對不對 像我們 你看日本太多東西太好買 超市下午5點以後 打對折 那些東西怎麼辦呢 像我們就去租這個東西 它叫做小木屋 有沒有 它在小木屋旁邊 還有烤肉的東西 我們就去超市裡面 買所有的東西回來 自己在那邊自己做 自己來吃 這是島園啊 在北海道 北海道島園 對 北海道很多地方都有 對 你上網去找 很多地方都有 有沒有 它裡面 它裡面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廚房在那邊 然後我們住的地方在這邊 因為日本是 就是那個被子拿出來 你就蓋在上面 所以這種大通不行的人 你可以塞非常多的人在裡面在那邊 那不單單是這樣 這兩年台灣不是很流行就是 我們去露營嗎 對 我跟你講 北海道你也可以露營 而且正在跟你剛剛說貼心 你知道它貼心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去 像我去的這一家 你就跟他講 你就乾脆說你是幾點要來 或者是你是在哪個地方 你在新千歲機場 哪邊下 我們去接你 我去接你 他們會來接喔 他可以來接你 他可以來接你 你就把行李拉拉拉拉 拉到這邊來 換店來接是不是 不是 就是專門做這種叫做 什麼露營活動的人 對 他就來接你 接你的以後對不對 你的行李 像我的行李就放在旁邊 對 你不要以為說就這樣子喔 這樣滿足也不錯啦 可是台灣這兩年流行的那些露營 不是要準備很多給席 他弄得很漂亮 拍照很好看對不對 等你自己去露營 你就發現那東西好難準備 要花很多錢 但是 他們都幫你弄好 有沒有 他都幫你弄好 你弄好在那邊 而且弄好 弄到就覺得你好像 走進雜誌裡面的感覺 在那邊 我都不用準備耶 烤肉架 你要做的東西 還有後面這個是廁所 他一定在廁所的附近 讓你什麼 你要上廁所非常的方便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理由最害怕 就是碰到廁所 很多的狀況 你不能廁所不是問題 絕對不是問題 而且很舒服在那邊 而且呢 也沒有安全的問題 沒有 沒有安全的問題 他那邊 而且他們都會把你處理很好 你看到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吃的烤肉 他幫我們準備這個叫什麼 陳吉思汗烤肉 就是烤羊肉 當地最有名的 然後整個蔬果 連酒 都幫你已經準備好 你有沒有夭壽 你有沒有夭壽 這個時候你給你 然後我跟你講 你吃完以後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代人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我晚上要洗澡 露營不能洗澡很麻煩 出國的話 搭了很久飛機後不能洗澡更麻煩 我跟你講他就在旁邊 有一個專門洗澡的地方 頭前兩百塊日幣進去 便宜啊 洗完以後還可以吹頭髮 吹頭髮剛才講兩件事情沒有 有人幫我們洗嗎 這個可能是 大嫂會把你洗 然後你知道嗎 第二件事情就是現代人最害怕的是 手機沒電了 然後我們的充電的 又沒有電了怎麼辦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想說怎麼辦 我本來要跑到這裡面來充電 他告訴我說不用啊 結果就在我們的營區的旁邊 有一根一根的木頭柱子 白色的 你看起來就像木頭一樣 可是你仔細一看 原來是什麼 它是插座在那邊 讓你在那邊充電 然後隔天早上還有美式早餐 而且 美式早餐是他們供應嗎 它供應 我自己愛玩 我自己下去 我這邊煎蛋 我說我今天換我來做早餐給你們吃 我就很享受我去露營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它還有咖啡 它是手沖咖啡在那邊 你知道嗎 你這樣玩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 北海道剛剛說過的 地非常的大 隨便停下來拍 像不像美國的感覺 漂亮 有吧對不對 那種整個感覺 而且 旁邊是什麼座物 我跟你講 它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在種 各式各樣的農作物 所以你一年四季 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 但是老實說我真的不建議冬天 因為冬天我們真的不適合 它也不會租車給我們 就是其他的季節的話 你都可以 然後夏天的季節 一直到九月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富良野 好漂亮 對不對 薰衣草 從旭川開到富良野 兩個小時而已 我們不用開那麼久了 我們只要兩個小時停一下 兩個小時停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那麼多漂亮的風景 這裡是美鷹 然後我插個話 美鷹啊 然後富良野啊 那你的玉米一定要吃 我跟你講 超好吃 那個甜度 而且生的玉米都好好吃是不是 吃一支 是四人都不叫不去的 真的是 然後你什麼加拿大 阿嬤走的變高 律師不好意思 你看怎麼樣 那個是高三福 那個路易師傅非常漂亮 我跟你講美鷹旁邊的瀑布 它的顏色 仔細看是不是也是 Tiffany Tiffany 是不是 而且那個流水潺潺下來 哇 多麼舒服在那邊